哈囉歡迎收看健康小學堂 那大家到菜市場不知道怎麼挑選蔬菜嗎 你看我們今天用的是洋蔥喔 大家烹調都很喜歡用到的洋蔥 那就告訴你怎麼挑選洋蔥囉 大家都知道洋蔥其實營養價值很高 它含有很多的硫化物 對我們癌症啊或是心血管疾病都很有幫助 在選擇洋蔥的時候 我們建議可以選擇比較亮而且比較圓形的 那我們這個就比較橢圓形是不好的 而且這邊已經有一些髒髒破損 那如果我們壓下去有點軟軟的 代表說它可能裡面已經腐爛了 所以建議像這一種 而且它外皮是光亮 而且是飽滿的狀況是最好的狀況喔 那我們洋蔥最煩惱的一件事情就是屬於辛辣感嘛 所以我們建議在切的之前或是在吃之前 可以泡一些冰水 那你可以做一些涼拌的料理其實也不錯 那我們高溫烹煮可能會造成它的苦味會增加 所以建議可以低溫的烹調會比較好一點 那今天介紹的洋蔥就到這邊囉